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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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我的心情這幾天變得非常奇怪 我知不知道你會不會沒有做愛的意外 我的心情變得好緊好像現在可以飛起來 沒什麼感覺到是一片空白 我這記憶體才能當心的那種情緒放在我的眼前 沒有人能等著所以不小心劃過我的手 沒有人能等著你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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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想在这几天 也没非常地奇怪 没有吃饭的胃口 没有做爱的欲望 Zither Harp 总是对着自己 感觉与不坠 Zither Harp 离开了身体 Zither Harp 离开了身体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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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做改变原唱是赵一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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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体在那里听一遍 各式各样的耳机 然后呢 所以你就会觉得 其实回音完的成果 其实在不同的载体上面 最后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对于收集这个 调达词很有兴趣 所以在阿里昂的AKG耳机 听起来怎么样 不错不错 我觉得 好耳干得好 好 在上一次安普来 我们的节目就是 为了宣传演唱会 结果门票一开卖 就秒杀了 我就说嘛 在这场演唱会 我看的是第一天 我第二天也很想再去看一场 但实在没办法 也跟岳父岳母吃饭 正好 我也好想还有岳父岳母 那是我 应该是我今年看的 最震撼的演唱会 应该也是我在小剧探 看过的最特别的一次演出 关于这场演唱会 已经有好多人 写了好多的分享 也给了各种各样的赞美 那今天我们可以借着重新温习这个实况 也顺便回顾一下 这场其实是很非典型的演唱会 首先刚才听到这首歌改变 是当时小巨蛋的开唱曲 要是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走过八九十年代 台湾独立摇滚的洪荒时代的话 可能还记得赵一豪这个名字 我们现在要背景听一下 赵一豪这首歌的原版 就知道安普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原来赵一豪的版本是长这个样子的 好 这个歌词为什么跟刚刚安普唱的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是后来被新闻局查尽之后 重新录音的版本 歌词有一点出入 但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那是赵一豪在1990年的原始版 安普开场就选了这首歌 我想小巨蛋两天两万观众 大概有一万八千人都没听过这首歌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赵一豪现在仍然还在继续在线上在唱歌 有 他两三个礼拜前 还有问我可不可以去ROXIE听他表演 对对对 那个VIBE重新开张 对对对 他唱歌都会戴一个面罩 然后他现在的样子比我小时候看他的样子更瘦 我看在金英奖他也有逐渐吗 没错 没错 还是戴了一个面具 对 他在金英奖颁奖 我觉得李星云很不容易把场面稳住了 挺好的 对 但安普把这个歌改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更慢的迷幻的版本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开场区 我记得你有讲过跳这首歌 也有你的原因 简单来说 其实我就是想跟我生命中所有 就是要被当代进一遍的歌曲之境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改变 就是每一个当代其实都觉得约束极规范 而忽略了其实所有的规范这件事情是 我们以前常说 我的老师以前常常说 这个法律或者是规范这个东西是给不懂得互相尊重的人们作为参考的嘛 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在每个年代里面 尤其是艺术或文化的崛起 然后跟兴衰 其实他都在挑战一般人就是未知的领域 或者是觉得多了不好的领域 那所以其实一定有东西被驱逐 一定有东西被排挤 一定有些东西被视而不见 但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塑造了我的生命经验 跟对于我的世界观影响特别大 所以我就会觉得要做练云这一场 其实除了这种所谓的unknown legend 就是整场练云曲目里面 很少有人会听到b-side的这些东西 我就是想跟背部要改歌词的这些东西致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赵一豪的原始版本 对我这几天看到死亡清楚地放在我的面前 没有任何疼痛所以不小心划破了我的手 这种歌词将近三十年过去 现在应该还是会让很多家长团体很惊吓的 但是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家长也都是青少年 一定能够了解冲动跟在学习所谓的经验法则以前 最直觉的然后最本能的 哪怕是动物本能的判断 那这些东西其实不能被规范 也不能够期望所谓的教育 必然要带来所谓的矫正 矫正这个观念本身就已经脱离了教育的宗旨 就是说人跟人自己相处的过程 这跟矫正没有什么关系 令云这场演唱会的实况 我想你当时是有录影也有录影的吧 我有录影 但是其实因为那时候预算不够 然后我自己是下定决心 我以后不做赌博性的行为 不做赌博性的行为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其实你要再多开五百万 就是为了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大家其实有考虑叫我一开始就做募资了 但是因为我后来考虑再三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木字体制不是那么成熟 然后我不太愿意挑战 就是我不太愿意滥用大家的信任感 所以我们跟团队讨论非常非常久以后 决定忍心让这个东西以后变成我们作品 在小巨蛋规格的敲门砖 我宁可它不被记录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创作核心 原本这个作品的概念 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区域的 就是票价区域的观众可以打破一次票价的阶级 你在任何一个场域都可以看到 只专属于你当下看到的 然后参与的方式跟经验 所以我们宁可把所有的预算器 投入在现场的灯光 然后设计的重点跟舞台 还有乐手的音响表现上面 然后反而最后其实我们割舍的是录影的费用 这样子了解 对这次的练云的现场 我想听众朋友要是没有能够去现场 也可以从网络上YouTube 有很多人自己录了一些片段 坐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舞台设计 确实是用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思维方式 而且不管你坐在前面后面 左边右边上面下面 你都会看到不一样角度的 属于自己的那个观看核心 包括音响的设计 也有在配合这样的思考 有 所以一开始其实对音控老师非常不好意思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其实在一般的演唱会不会讨论 会出现的困难里面 去做一些很多尝试跟解决 对 这次的内外场还有视讯 还有雷射 还有VJ 都非常非常了不起 是 对他们做了以前没有人做到过的事情 而且 我自己看完练云的感觉 是他彻底 打破或者颠覆了我对小巨蛋机有的想象 那个空间整个被重新定义了 确实是做到了以前没有人做到的事情 而我想这样的规格 这样的执行的细腻程度 肯定也和之前做潮水真言的学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 虽然我唯一还是没没有学成 然后突破的 其实就是不应该那么累 不应该让大家或自己那么累 但是这一次其实我觉得 在职跟那个过程的 过程解决困难的努力上面 其实我觉得他都有结果上的提升 当然 然后过自己最后其实还有活着上台 然后直接把他唱完 然后各个团队其实在解决各项问题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小巨蛋这个场域 或者是观众一起散发的磁场吧 我觉得其实保佑了所有的机器正常运作 然后约首的状态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给了一场 的确我自己觉得要是我是观众 我会觉得没有话说的演出 确实是这样 我在底下看我是没有话说的 对啊 黄耀明也说 他来台北看了练云 他说那是他在台湾看过最棒的一场演唱会 好谢谢明哥 好谢谢明哥跟凯通 《超水真言》高雄我也去看了 当时也是很震撼的 但是也感觉得到所有的人都被操到超出极限 对 尤其是当时要什么没有什么 然后要所有的know how 几乎大家都是顶多告诉你 大概到70分还顶多可以怎么做 然后我记得像追命林晴跟Bjork 后来也有在南港战略馆演出 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解决音场 那个非常大的这个回向跟这个回秀的问题 其实用大量的黑布去把不必要的地方去做 但那个时候资源不够 我也没有办法请系统工程师 然后场地的设计就是在黑布的使用上面 我觉得只有国外团队可以这么当作专业的list 去开出要求 所以那时候我们解决了 那时候应该比小巨蛋解决更多更多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这一次我觉得练云的团队 其实知道可能要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意见 或是大家决定要下手的各个角度 我觉得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里面 其实一开始就是有打算的 我就觉得可以跟他们工作 其实就是我自己也在过程里学到很多 一直做了一个角色来说 是 我看《潮水真言》的感觉是 好像是连那个使用手册都要从头开始写 对对对 就要去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要带保温杯啊 然后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真的从零到有去 不但是从零到有的那个有 而且那个有是要去应付一个这么巨大的规格 这么复杂的执行的方式 对 那这次的练云就觉得整体来说 更松也更成熟 更有把握 这个跟团队的经验都有关系 我觉得也是加入的人 或者是说我自己的老伙伴们 他们其实从《潮水真言》开始 他们大概知道我有些东西 到最后还要再回头去坚持一次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对那像之前我们《潮水真言》的时候 换过一次座位 在演出前两三天 是是是 就是舞台设计其实终究没有把检视点给画对 对那如果为了这个东西到演出前三天 还要人养麻烦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他就真的很消耗整个团队的成本 那当然 尤其是体力的成本 那这次也还是发现 有几个Cube会被影响挡住不是吗 对然后但是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是这个在他运作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对音控老师最对不起的地方 对然后但是希望是希望是瑕不掩瑜啦 对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中间沟通讨论最多的 对然后为了这个其实我们好像还把Cube的高度一开始降低的高度跟最后升起的高度还花了快两个礼拜讨论 是 最后做出这个折衷的版本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这种规格的演出就万人级场馆的演出 加上不太可能让你提早那么多天进场去做实地测试嘛 你前面都只能只能看看模拟的东西 对 或者想象包括练团的时候也是 你永远不知道你进去之后内外场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对这比起舞蹈或者是剧场 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流行音乐产业里面要工作 尤其是演出规格最不容易的地方 对但这也没办法 我看了相关的一些报道 就是像视讯的团队也有人跟张学友合作过 他有提到说像张学友的那个世界巡演 他们就在东莞搭了一比一的舞台去check 所有的灯所有的视讯所有的舞台细节 是不是要到那个效果 是 但那个人家家大业大才能这样干啊 对所以我想说哪天我小巨蛋卖完三场 我一定也有我一定可能就有这个资源上的权限可以这样做了 对不对 那你要在哪里达一比一的小巨蛋 我天啊 或者是那就多租一点 对就至少我还可以就是多租几天 至少提前进场 我可以给团队一个完整的 然后既然要求了这么多规格 那我也就可以对等的给他们一个更专业的工作环境 跟场域吧 嗯嗯嗯嗯嗯 我们刚背景在反复播放的是 陈珊妮2000年的专辑完美的声音里面 我也很爱的歌红眼睛 我记得多年前跟你在聊 你就提过你非常佩服珊妮的才华 做词做曲的才华 演唱的才华 当年完美的声音那张专辑 这个即使是到现在 它都是一张我觉得 依然完全不退流行的专辑 你知道要做一张不退流行的专辑多难吗 从录音手法到编曲的概念 然后到对不对 对 了不起 是当年珊妮跟香港的李端贤Vicay 他们一起做这张唱片 用了大量的电影元素 但最厉害的是那些音色 过了快二十年现在听 还是很厉害 全都是新的 对没错没错 我们先温习一下 要是听众朋友年纪比较轻一点 错过了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陈珊妮的话 这是可以补课一下的很厉害的歌 有新的耳朵 没兴趣再导量你 告别的轮廓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温温的执着不小心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温温的笑说对不起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温温的说情也不再醒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再恨不过如此而已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い不可能轻易受打击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不愚温接受坏心情 爱的爱都红了眼睛 感情就和你感情你 哇 现在有心自己学制作 学编曲的小朋友们 这是Master Class哦 那有东西是才华 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也没办法 后面每一个这个选用的乐器 他们弹出的句子 几乎都是一个完美的hook 嗯 真的 那完美的riff 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就真的不是堆叠 然后你真的是 就跟songwriting有关 是 绝对是全部扣在一起的 我们接下来听令安普的版本的红眼睛 这版本最有意思的是 vocal的副歌的hook那一段 你还预录了一句跟自己对唱 对对对 所以有一个两层叠在一起的效果 对对对 我们就想做stereo 哈哈哈哈 一把琴摸压在胸口 和湖中的行航紧走 把鞋鞋塞进背包 散花粉哭盖 是啊 碰不出摄的眼泪 唯不出摄我 任何哪辣的伤怒 她淋情 부분이不散 因为整个人理表格 你loe有点致 香港人의看 bubio 里面借便 movement 一把缔放在一起的 汇 WAS 狠狠的失説不相信 愛跟愛到我們的眼睛 無根的笑說對不起 愛跟愛到我們的眼睛 狠說情別不開心 愛跟愛到我們的眼睛 殘忍不過如此而已 一顆心同時放左右 為你我吃飯一次做 畫些些隨手丟到 粉花瘋口袋 我堅持什麼不說 美麗的旋律送給知福星的耳朵 一心去再打量你告別的輪廓 愛 愛 也不能輕易受打擊 愛 也不能接受花心情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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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自己看清你 再恨不过如此留意 听见不同的文化 美好时刻要与你分享 阿里亚96.3 欢迎回到FM96.3 阿里亚原住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借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的来宾是安普 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预购结束 准备要大家等着收获的这个时候 就是今年的烈云演唱会的原生代 终于做了真实的发行 而且这次采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就是先收订单再生产 对我就说我不想再做赌博士 然后也不想要因为一直卖一直卖 所以这个对 尤其是烈云本来体质就很特殊 这个原生代收录了大概一半的篇幅的内容 因为其实我们在 我觉得其实版权公司 还有各家唱片公司一路都很帮忙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 就是我奇异的发现 其实大家异常的对这张原生代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友善的 因为他们可能也都觉得台湾可能很难得出现这张 就是可以全收录的作品 所以如果可以办成这件事情的话 对大家来说是好事 所以我原本超积极 然后其实也把就是钱给存下来了 但是因为我们最后其实终究还是有 还是有无法其实取得版权 就是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打算 所以他们其实无法无法授权 于是其实就是全收录这件事情就就破灭了 那破灭了以后 其实我调整了一下心情 我就很认真的也是重新再去问 创作核心这件事 然后我就发现说对 其实有些东西在囚备的过程里就为了那一刻 就为了那个当下的时空 所以如果它不是那样的场域 然后甚至没有了台上的乐手或什么 它单纯只成为声音的表现的时候 对我来说也许它 它不需要再去扛那么大的声音上的意义 所以我后来其实反而就大刀阔斧 删到这些歌 然后是跟我们的混音师认真讨论 其实觉得什么东西其实可以完成这个起承转合的架构 但是又不是为了收录而收录 既然无法全收录的话 对所以我们其实最后留下这个东西让 也许没有来看这场演出的人 可以一窥这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然后让听众其实也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对于 整场演唱会最后的 比如说乌鸦这首歌 成草原团的乌鸦 可能就觉得当时能够在 最后一首歌看到这些事情 其实会很激动 那我会希望其实 因为这样 所以对于原生代金的事情 觉得也该收录的人 我反而觉得其实可以放下心 因为你可能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 在那个当下感受了那件事情 然后只是完全独有于你记忆的东西 那甚至是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重回缩或重制 那是 现场经验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重现了 我们只能尽量尽量 我觉得如果不能重现 其实就不要刻意这样 所以最后用整个重新思考过的方式 处理这张原生代 就是说纯粹从音乐声音的角度来看 它是自己能够自己自足的 是支得起来的 然后是可以组织出一个 其成转合的完整的聆听经验的 这样的实际首歌 好 这是安普第一次在小巨蛋开演唱会 之前拼盘之类的有站上去过吗 都没有 都没有 真的是第一次 对 我有去参加过清风的演唱会当特别来宾 然后帮Ella唱那个什么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是是是 对 上去缴获了五分钟 这次在5月12号开演 就你之前当然先进场才拍什么 但面对是空的场子 声音也是不可能一样的 对 实际上开场 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站在台上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就是大概做就游泳坐了一年的牢 然后突然解脱的感觉 就是真的到台上台前最后一次大彩排 就是总彩在小巨蛋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面临过一次 我长那么大第一次上台前是质疑过自己 就是我有认真的质疑过我自己 比如说你觉得你会不会做得太用力了 是吧 因为就当你追究了这么多细节以后 上台前其实你会发现你 我必须去面对一次那个孤单的感觉 就是我找各式各样的人追究完这么多细节以后 上台我发现 其实我依然看似一无所有的上台 因为写过的笔记讨论过的东西 它将会在场外发生 它不会握在你手里 或不是会不会装点在你身上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台上 就是总彩的时候有面对过一次很巨大的孤单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怕上台的人 所以其实我第一次感受 关于那个孤单带的一点 挫折或者是恐惧吧 就是做了这么多会不会做太多 做太多 或者是已经经历做了那么多 但是我们都已经就是活到这个年纪都知道 人生不可能方方面面 那所以那个圆满会在哪 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有在想说 圆满最后如果还是要靠 还是要靠歌手在台上的信心 我的信心现在在哪 我有经历过一次这个事情 但是是在总彩的时候 对 但隔天的时候 我就看着身边的伙伴 包括我的经纪人 我突然觉得 其实这就是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的意义 因为这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然后所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上台 它就回到了创作的初心 我其实想要为一个非常复合性的情感上台 于是没有了自己以后 我觉得就就是体验了一次无欲则刚的那件事情 不是什么都不要 而是什么都不需要再被定义或分类 所以我很喜欢那两场其实自己唱的东西 是因为它不是拿来定义我 而是我真正回归了创作最源头的那个情感层面 希望能表达的东西 可能是多少努力都比不上一颗心 后来安静下来 然后又变得自在 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在台下看 开场的时候是改变 然后你没有背吉他 你就拿着麦克风 麦克风也没有架子 就站在台上 灯是逆着打的 所以看不清楚你的样子 就看到远远看着黑衣服 披头三发的在那晃啊 然后音乐出来是这首歌 当场就被震到 因为我是熟这首歌的 我相信不熟这首歌的人应该也被震到了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开场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 你在台上的身体是比较松的 你会跟着音乐动 原来当时也是有经历过这样 就是稍微转折了一下 对 我觉得其实除了歌手自己阶段的成长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跟环境带给乐手的各种刺激也有关系 我觉得在超雪申言发生的那个年代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还都是会比较巩固情感面的东西 觉得其实有一起办过大事就好 所以当你必须要用制作层面的角度 就是要求大家 其实你必须过你自己那一关 就是我们其实都要试着 就是不用各种身份 而是你真的把自己当作是 这个舞台如果都是你的话 除了我们的虚荣心以外 我们还能够为这个舞台做些什么 提供一个台湾没有出现过的演出场景的面向 但这个东西太庞大了 然后也 那他挑战的不只是自尊心 不只是对于音乐的认知或演出的认知 更多的其实像我自己 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很苛求我自己 也是 过了以后就都过去了 然后也都成长了 因为你素来从出道以来都是 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的人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这个环境 这个麻烦其实都在 这个观众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其实要去解决那些麻烦 就会变成给自己找麻烦 观众看不见的地方 对如果观众看不见的地方 其实就是不要那么多麻烦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会那么爱找麻烦 比方说什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对于演唱会的想象吧 这是为什么我们 我这几年常在跟观众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用轻易用字眼 去定义了一件事情的 发生的事实或真相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当你约定成熟的以为 演唱会就是什么的时候 这个演唱会又不是我们发明的 所以按理来说 它有太多种投射的可能 可是西方的音乐工业 其实是非常熟悉于打破它 也就知道其实演唱会 在每个年代的推进就在于打破 或者是提出新的说法 但是到了我们这边 我们承接的以为就是演唱会 就是什么样的格式 以至于演唱会好像 连流行音乐或者是摇滚演唱会 也只有一种套路 那为了要回头去解决这些 制式印象带来的硬体工程 或者是软体上面 就是在设计上面概念 要去跟好多不同的人去突破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耗心力的事情 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始作阶段 要先把沟通 要把观念先理清 就要花好多能量 而且你要面对很多的其实是抵抗 其实就是他会觉得 你都说都是你现在说 那演唱会就是演唱会啊 你到底要怎样 所以你扮练云碰到最大的 前期的阻力是来自什么地方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懂 我可能要说些什么 不过大家会觉得 你有点把它复杂化了 那事实应该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那但是一旦其实在真正制作的过程 你慢慢看到所有的元素 大家都愿意付出一些专业 然后你发现其实比如说 比如说当影像出来的时候 然后当灯光出来的时候 他尤其是我彩排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乐手是那么深 爱上这个舞台 这是我以前的表演经验里面 比较少见过 就是说乐手本身是深深认同 这个舞台可能想做的东西 然后他尤其是抽象的东西 于是就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被引发 他们也想要去给出抽象的表达 那那个东西就大过于情感 或者是动机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群 真的有才华的乐手在台上 他们给的是无形流动的东西 它不是照本宣科的东西 那这些事情其实在一开始讲的时候 都太像理论了 但是当所有的元素出来的时候 这次我觉得最成功的是 每个团队其实都在各个单位的 努力一下看见了 哦原来其实我要面 比如说灯光要面对的是这样的场域 然后多媒体面对的是这样的听众 然后听众发现他们面对 其实这样子一个创作初衷 这个初衷面对的 其实是这样一群乐手 他串起来了 然后但这是在 其实进场状态的那一刻 然后当多媒体接上去测试画面的时候 他才瞬间提醒了众人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可贵的 我这次我很推荐听众朋友 假如你对安普这次举办 练语演唱会幕后的这些工作 有兴趣的话 好好去读一读报道者 有一系列的采访 非常深入的报道 包括幕后的视讯的团队 音响的团队 还有乐手 他们都有非常多珍贵的分享 每一个团队 不管在做哪个方面的工作 他们共通的心得之一 就是这次你希望他们尽量能够打破原本的习惯 就尽量能够自由的发挥 给出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刻意有让一些空间出来 对我觉得这是我一起来的心愿 因为我并不觉得一个创作概念要能成 其实不能要别人总是了解你在说什么 更重要是在那个互相沟通的过程里 那个沟通最大的美好 其实应该是借由这样一个制作人 所以他们反而觉得 我重新去了解了 我到底想在我的专业上做什么 当这件事有发生 沟通有达到这件事的时候 制作人或者是导演 就应该要更明确 更明显的告诉你说 当你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像一级玩家里面的钥匙一样 那那就是你的 这个场域就是你的 但在没有 你没有回去去思考 自己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这个场域无法是你的 就算我给了 那好像那个场域也只是空在那 所以其实这次大概制作上面 做最多的事情是 深深的祝福大家 然后把每一关的钥匙 放在那里吧 对对对 然后我很高兴 大家其实都开启了自己 觉得有发挥到的地方 我觉得很棒 这也是很棒的学习跟体会 是 我们现在听听在练云现场的录音 这首歌是林强原唱的 难得听安普唱台语歌 很好听哦 继续练 我继练台语 我继续练台语 看见个人的车车 买 孤单伯似色 紅燈醉 最奈何幾位 紅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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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收听的是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阿里亚96.3 我是你的好朋友安普 阿里亚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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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借我 马世芳制作主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个世界画下一条 是红色而起美的轨迹 曾经共同踏过一点的足异 你渐渐不自主地 别想世界上最深的谷底 我看见天使 截于孤独和硝烟的两岸之间 我看见墙下的泪水化成一朵 带于此地玫瑰 埋葬拥抱 眉眼却被刺痛的具体 我看见天使用 我看见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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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情节结束之后 我看见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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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电视之间 在夜中间 都是真正的谷底 不知见天使 你开心者 我看见天使 Oh Angels Fallen to hell Yeah I see my angel My angel Fallen to hell Yeah I can't believe My angel I'd have to An turkey Yes There You B Yes What And İ Hi … Hi Eh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首歌Angel Falling to Hell来自安普今年5月 在小巨蛋恋鱼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欢迎回到FM96.3 阿里昂原著民族广播电台的耳朵接我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安普就在我们的现场 一起回顾5月份的那一场 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一次演出吧 Angel Falling to Hell 这首歌我想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之前 大概是不熟悉的 这首歌也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当初我想就算听过这首歌的朋友 应该也是来自一张合集 1995年的台湾地下音乐档案 那么这首歌的创作人豆豆 当时已经车祸过世 也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在听练云的过程 一直回忆会被拉到我的青春期 对 我比安普大 大真正十岁 所以你翻唱这些 是你的少女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 或者是回头补课的 有一部分刚好是我自己的青春期 当下经历过的 包括那一场夺走了Double X的鼓手张志江 还有豆豆的性命的那场车祸 1993年 那年我应该是大学四年级吧 是 对 然后我出纪念 出呼吸这张专辑 就是豆豆的这张纪念合集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中 呼吸那张专辑出来 那是早期台湾独立音乐这个名词 甚至都还没有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地下的 都还是这样地下地下 有种浓浓的地下感 那也有很多听众 因为安普的翻唱而去回头找原唱来听 我想这也是你之所以在 练云的票秒杀之后 还是到处在上通告讲 讲这些歌的背景故事 也是想要把你自己的所来处 能够跟你的听众说分明 对 但能够让大家能够再听到 就是对我生命中启蒙这么大的一张专辑 然后还有人能够重新听见豆豆的歌声 然后对我来说 觉得大概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心愿 你好像还提到说 整个翻唱演唱会全部用翻唱曲去改编的概念 是从这首歌出发去想出来的 对 就为了这首歌我决定做一场全翻唱的演唱会 还逼杉妮把红眼镜给我唱 我们现在温习一下 就是豆豆留下来的声音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 就是那个 真的是艰难而荒芜的时代 但是他们又留下了这些到现在还是在发光的歌 Andro Falling to Hell的原始版本 所有的情节结束之后 我换掉电视留下一步的大讯 这一个故事却在不能进行 人说世上的完结变永远是另一个开始 但我知道在这里永远没有虚迹 我只好独自离去 走向世界上 最深的谷底 I see my angel Fallings to h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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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Anji angel Fallings to hell 当年这些前辈唱歌录音没有在客气 那个时候进录音室 那还是盘代的时代 而且能进录音室用专业器材录下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是非常非常高门槛的困难的事情 对 安普刚一边听一边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不觉得其实当年的这些乐手或者是录音回音老师 其实是一张了不起的这个demo 其实以demo来说了不起 其实这个声音啊或是 然后你听痘痘的嗓子 就是真是毫无犹豫 没有遮掩 对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音乐人天生的所谓的技能与才华 这个东西不是训练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可能是我们最喜欢摇滚音乐的地方 就是当它还有本能的时候 摇滚音乐那个光与热 不是现在所有娱乐化的套式结合在一起可以表达的 所以我还是很谢谢当年这首歌给我的所有震撼 中学时代的教安普听到了那张合集 从此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对 应该是这首歌或逗逗 就是他们教我minor怎么用 教你minor怎么用 对还有赛露露啊 还有阿易老师 但是我第一首听到的是 And I Falling to Hell 真的啊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写了一首歌 后来给萧萧唱 叫做直到最后那一天 哦 就是开始学怎么用小调和弦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在烈云的整个演唱会有好几首都是台湾独立音乐 还没有叫独立音乐的时代 还叫地下音乐 甚至连地下音乐这个名词大家都还说的不是那么顺口的年代 对 他们就已经在做地下跟独立的事情 对 现在背景听到的是指出了一张专辑就解散了的乐团 叫做废五金 他们的主唱赵之碧 后来仍然持续在乐团活跃 现在是知名的DJ 这张专辑也是台湾 也就是地下音乐转到独立音乐的那个过渡阶段吧 大概是1998年前后 这首歌叫Love Lotus 我们先听一下当年的原唱 这首歌今年也满20岁了 失去无踪 优优优独立音乐的那个过渡队 还有你的动作 也就是地下音乐的那个过渡队 我们现在也放下音乐的那个过渡队 然后就回来仓乐的那个过渡咐 你没想听一下 我们先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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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状况 我们先听一下 这是废无尽的Love Lotus 来自1998年 他们唯一的一张专辑 这也是安普这次选择在 烈云演唱会翻唱的歌曲 因为那时候 你看我那时候就是17岁嘛 16、17岁 所以其实就是我的青春期 然后这个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国际唱片公司 就是看似对大家来说 其实所有的港星 然后台湾的歌手 其实那时候都还是在一个 偶像化的套室 是 然后 但是他们开始尝试做一件事情 就是增加自己的副品牌 比如说那时候的心力唱片 出现了安普 然后滚石唱片出现了魔言 对不对 就是他们成立了 跟自己有关的另外一个 就是想要发掘 就是更独立的声音 或者是说 尝试看看流行乐以外 就是西方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么多的变化 那他们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路 是是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 看似显花一现 但是我觉得里面因为 因为就是有一种没有明天的感觉 所以他蕴藏的能量是非常的丰沛 像你听Love Lotus 对 杨生真吗 嗯 他弹的他弹的这首歌里面的solo 我觉得就是一个经典的solo 对我来说 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安普版本的Love Lotus 在这场演唱会每一位乐手都有 怎么说呢 轮流有吃重的表现吧 因为这次的乐团的编制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骨架 对因为其实要从basic 就是要要从就有点像做菜一样 嗯嗯 你用最简单的原谅你 你对于食材真正的想法 嗯 或是你决定让它变成什么 嗯 这个东西就完全很考验乐手的火候 嗯嗯 然后对于食材 或者对于做菜厨艺这件事情 真正的了解 是是 对 所以我一直很感激他们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都我觉得都是一时自选 嗯 然后也是我生命中的 就是最崇拜的几个男的吧 对 关于这几位安普生命中最崇拜的男生的故事 待会再慢慢聊 对 这次的这个programmerJB 他有讲到也有一些 最后一秒钟决定要降key或升key的东西 对 他要重编过哦 对 嗯 但是那个vocal能够接触到的低音或高音 其实我决定了这首歌是不是够哀伤 够性感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要有性的味道才好听 哦 所以如果只是啊 当美的弦乐唱完就真的太可惜 我要去请教了唱歌老师 哦 那因为得到了这个珍贵的建议 所以我舍不得不回来就是 冲康他们 所以还是很谢谢他当初 其实愿意陪我这样再改一遭 所以你是在降了key吗 就是要再唱下去吗 对 就让你的低音可以更沉 对 因为我们的我的唱歌老师秀主老师他就说他就按那个钢琴就直接跟我说你知道你可以唱这里吗 哦 就是我们在做发声练习他就说其实这个跟这个是你最好的音语 ok 然后他说你切到这个低音你就不猜不去用喉音 哦 你还是有胸向共鸣 但低音就是可以 比较像 嗯 对 就才出得来 哦 那为了那个dynamics 所以就跑去回去跟那个barter 就跟jb讲说 是 我可不会改 哦 对 他有说要改就来啊 改吧 对对对 对 所以就是还是很谢谢大家 就是愿意完成小女生的心愿 这样子 自己为专业的更改 After all you're the boss 对 对对 如果你微笑 轻如莲花绽放 我无法察觉 你的心愿被瓦解 只要你微笑 我的世界将轻灭 啊 啊 啊 如果你微笑 轻如莲花绽放 我无法察觉 只要你微笑 我的世界将轻灭 打一声 啊 啊 像柚 Samantha 柚树花光 天空 呜 它 逝去无�� 你不是相同的梦 不太想 爱你啊 就六点散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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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安普翻唱黃小禎的Cake 這首歌的原曲來自2001年的黃小禎第二張個人專輯當時是友善的給我發新的 原曲是一個吉他伴奏的小清新路線的歌安不拔改編成很不一樣的風格就會讓我們聯想到這是落日飛車的氣質 就是一個是真的有在道歉就是小禎的版本真的有在道歉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是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是 你為什麽要我道歉呢 這個版本吧 剛才聊到這次在台上的幾個樂手都是很厲害的很不得了的角色啊 有的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有的是第一次一起在台上做這樣的實驗 嗯 是 嗯 像剛剛提到 JB廢人他就是第一次跟你合作 對 嗯 他也很緊張因為他說他從來沒有跟樂團一起玩過這樣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也難為他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對合成器會做純電子的人來說 嗯 介入band sound其實不是容易的過程 是 尤其是如果說其實 如果說你今天介入的一個樂團是希望你把合成器當作的電子琴在台 那就更麻煩了 對 更麻煩了 所以其實在聲響 我覺得在聲響的表達上面 嗯 其實很謝謝 嗯 Barker用他這麼年輕的 的一個無味的勇氣 他自己願意接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嗯 然後也很謝謝他就是陪我們一起走過 就是這麼多奇思異想的過程 嗯 他跟序章當然要互相支援 要創造完全不一樣的層次 Layout 結構 那序章跟你是合作很長時間了 對 從他還是二字頭的少年的時候 對 但他現在應該也算事業有成 還有自己的樂團 對 守夜人 對 所以大家其實也只有 就是一些非常特殊的場合 其實才會 就是再找他把拗回來 這樣子 對 序章有說 他跟你合作那段時間 對他的影響也很大 因為 他說跟安普合作 就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 那 他 他也應該好好認識一下自己是真的 對 我們之前有訪問過序章啊 他帶著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系列的作品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 然後有聊過那個 那個曲曲折折的過程 現在確實是比較篤定 對 就是序章很特別啊 我覺得因為他是一個情感面 就是情感 大過於形式化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只是當樂手 或者是只是要不斷噴發感情 當創作者 對他來說 可能有 就是在音樂產業的某一面 可能其實都會永遠沒有機會接觸到 是很可惜的 但完全被淹沒在某一面 只能夠一直去噴發感情 或一直只能夠使用技巧 對他來說應該也會變扭 所以去跟他合作的歲月裡 其實 我覺得我也受教很多啦 就是說 發現其實 這世界上其實 每一個人介入音樂的理由 跟 每次回頭看想要認識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如果其實都可以往前看多一點 然後往後也可以看深一點 我覺得我們都會變成一群很有成長的人 確實是這樣 這次的節奏組 鼓手跟貝斯手都很厲害 貝斯手是Freenight的阿萌 對我們在那個 跟清風一起 就是那個蘇打綠 In Summer 在台東的那一場 我們去當他們特別來賓 就是跟那個Suming 各自唱一個set 然後阿萌那時候就跟我一起 他在台上彈Bass 然後阿萌老師是我認識 生命中數一數二有大智慧的人 大智慧 天性這個不拘小節開朗 但夠細膩 他的天線不是插在頭頂上 天線就是像一層皮膚一樣 然後他也很愛喝Whiskey 他對於品酒這件事情也很有心得 然後我覺得他把人當酒在看 把人當酒在看 每個人有自己不一樣的氣味 然後有些要加一點水化開 有一些就是不能 連冰塊不能放 我覺得他其實體會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深入淺出的 他的表達也是 不激動 然後總是淡淡的 但是就是講話特別幽默 特別好笑 所以跟他合作應該就是我 這個下半生的心願吧 對 那你是什麼酒啊 我啊 我啊 我應該大概就是你酒之類吧 對 跟阿萌老師合作的鼓手是 John Ashley Thomas John Ashley 他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個 年輕的爵士鼓手 對 但他其實就是我神的遊戲 打焰火啊 Trist 對 大家聽到的那一位 就是Ashley John 對 雖然不常聯絡 但我們偶爾都會在音樂節碰到 然後都會出去喝一杯 然後反正其實自從神的遊戲 跟他一起工作過以後 他其實大概就是我一直念念不忘 希望能夠找回來 這個有機會 依然一起玩音樂 或者是哪怕一起表演一下 都很好的樂手 因為他忍不住台灣 所以他是在演唱會前一個禮拜 才飛到現場 對 才能跟你們一起練團 對 所以他有說 他說還好果果果有跟他姐說很多這些歌的故事 什麼 然後可以進入角色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因為果果其實跟 呃 不同 就是非中文語言的人 工作或者是磨合 哪怕是聊天的經驗多 是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 像我就會 我這次學到的地方 其實身為製作人或歌手 一句話有時候講出來都太重了 有時候就說 I don't want to hear the drum like with too loud blablabla 的時候 他看起來像是一個order 對不對 也許你只是覺得說 我們都是樂手 然後所以你講說 其實那個鼓不要那麼大 但是當你是歌手的時候 那個身份會讓這個東西 瞬間重五公斤 哦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藉由果果溝通 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對於音樂在技巧 然後在情感脈絡 然後跟可能想要呈現的東西上面 我認為他總是講得比我精準 然後他也特別了解別人的心理狀態 所以我覺得在練團的還有彩排的起見 連我都聽他指揮 是是是是 那感覺很好 了解 對這次果果就擔任bandleader 你這次沒有特別去設一個 所謂的樂隊總監或者音樂總監之類的 對後來後來思考一下 我就覺得個人造業個人單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概雖然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啦 但是畢竟小巨蛋規格 依然是第一次中的第一次 所以在這個形式上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我做一次我想要的東西給大家看 成語不成 我覺得我一定會學到很多 嗯 但別人大概至少 至少知道哪些東西 我是真的用了心希望能呈現 嗯 然後而不是在詞彙上面 看起來只是強求的一個創作概念 哦哦哦哦哦 對 呃我們現在背景聽到這首歌 是安普翻唱黃韵玲的作品 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來自1991年的專輯 《平凡》那也是小玲 早期特別重要的一張作品 哦 呃我們聽一下安普的翻唱版本 會偷來繼續聊 一定就是夜晚 有時是它將黑色的茶木耳 有時是你夢的眼裡 讓你牽扯 有時是它將血色的經過 中在你夢的眼裡 讓你牽扯 有時白雲 背後並不一定躲著太陽 有時白雲只是一片白雲 從今天的天空飄向明天的天空 潛 achie maker r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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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詞曲 李宗盛 阿里安9603 好朋友的平淡 欢迎回到耳朵界 我的节目我是马世芳 今天的来宾是安普 我们在一起回顾 练云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叶树英原唱的决定 决定这首歌最早是 它收录在数夜集那张精选集里面 很早很早的一首歌 也是我最喜欢的叶树英的歌曲之一 真的真的真的 叶树英这个 叶树英是我觉得是 90年代老天爷送给台湾的一个大礼物 从招狂歌开始听到他的声音 对 但他就好像一直都是一个 一小撮人共同拥有的秘密这样 对 但是有兴趣的人一定要找他那张 就是Invisible 他早期有唱过一首台语歌叫 雄心某位 雄心某位 在招狂歌那张专辑 我觉得雄心某位应该是我听 叶树英大概私藏的第一名吧 然后也是我有听他唱的第一首歌 是是陈主会拉的大提琴 一层一层地跌起来 对对对 也好厉害啊 对 然后叶树英他 要是有关心他的朋友 在这边跟他报告一下 叶树英现在过得挺好的 我最近有看到他的照片 对他过得很好 他觉得气色超好 比当年还年轻漂亮 他比夫和好 怎么会这样呢 对 过得快乐 很好 他快乐我们也很快乐 决定这首歌是一个 听了我很揪心的歌 他应该也陪伴着你的青春时代 对 其实叶树英影响我最大的歌 一直都不是决定这首歌 然后 因为我其实好像生命中 至少在青春期 我从来没有 就是像这样对自己 有这种要诉说说 我要快乐起来的这种 然后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悲观主义的人 所以我 我觉得悲观主义的人 其实比较不容易忧郁 悲观主义的人 比较不容易忧郁 OK 对 就像你一直都是比较低转速的人 所以你就 你知道 一直都会 不容易其实会有暴冲或什么的 对 这时候你对于一些事情 其实对于最坏的准备 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练习的想象了 对 好 但是 我会决定要在演唱会唱这首歌 是因为 就是大概在排 各式各样的歌曲中间 我突然发现 我并没有想要把我最喜欢叶树英的歌唱出来 因为叶树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纯粹 非常艺术 他就定义了我生命中什么叫做艺术的事情的人 于是我不需要去找它的 我不需要去类比或模拟 我觉得已经是艺术的东西 然后尤其我们都是女生 所以我反而想要选一首我认为 在当年被埋没的歌 OK 然后我就觉得是决定 因为这么简单的歌词 我认为他每一句白话文都说中了 当一个真的无能为力于忧郁的人 其实最需要听到的几句话 我认为这太重要了 大过于最忧郁的描述 果果有聊到这首歌的重新编曲过程 因为副歌部分要重复唱16次 所以他要让层次能够做出来 一道一道的去处理它 对 佩契也就这几样 对因为我也跟果果聊过 就是说整场演唱会因为选的年代的关系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正八拍 然后也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主歌副歌 对 所以要怎么样其实把这些东西都做不一样了 然后尤其是像决定这首歌 他其实需要一个自己爬升的过程 从唱歌或是到编曲 他都表现了这个人为什么决定最后要对自己这样说 然后那个爬升的过程又不是马上就要跳脱这个状态 所以就比较想这首歌就现在使用烤箱的过程 烤箱 对 然后所以我其实觉得果果最难得的地方是我觉得他并没有为了想要让这场演唱会变得更花俏 是 表现技巧的技术面的东西 所以最后就舍弃了这些歌原本的本质 但我们使用烤箱这件事情完成了这首歌 依然是我觉得果果的音乐的天分跟它的成熟 其实是表现在对于这些东西的舍与不舍上 我觉得很厉害 是 因为这个思维不容易 只要我快乐起来 我和你很不一样 只要我快乐起来 只要我快乐起来 我今天就要做了 只要我快乐起来 我愿意和你不一样 只要我快乐起来 只要我快乐起来 我愿意和你不一样 我愿意和你不一样 果果也有提到说 他跟落日飞车演出的环境 多半是在几百个人的Live House 所以他很清楚在那样的环境听众会听到什么 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和底下的人用声音去互相连结 但是小巨蛋是一万人的场地 所以那个空间的拿捏完全不一样 要是我在那边弄很多很细的东西 结果没有人听得见 也听不出来 那就变成完全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后来有体会 他说做这种大厂子 就是东西全部要做大块 对 但除了大块 我觉得其实果果的touch一向很好 所以我觉得果果其实把重点放在的是大块的编曲的概念上 其实才有可能让手感出来 而手感几乎决定了呼吸 决定了状态 所以细的东西完全在于乐手的状态上 而不在于编曲一定要东边西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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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 其实还是听得到很多很细的东西 对 但跟我们平常会听到 比方你在弹的时候 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小lake 或者是故意要表现我很会 在那边撇一下 对对对 没有这种的 整个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这就很像会最 我觉得最难得的地方 其实是 他没有缺乏 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对对对 另外一位吉他手是 春草的克拉克 对 他是因为寿命加入这个乐团的成员 对 原本其实想要就是表达 就是因为我们 我一开始 我从一开始就是决定 这场的演出 其实ending一定会是乌鸦那首歌 然后原本其实是想要 鼓励克拉克 然后也告诉他说 其实因为那首歌当年 我陪他配唱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 一直都是我那张专辑的 一直都是我觉得 台湾了不起的一张乐团战组 是 我很想要用这个方式告诉他说 这个不管是朋友还是女歌手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作品多棒 是 结果最后被他拖来 下来弹一整场 我觉得 我觉得我对于友谊的前世 有点落差 对 他原本其实应该要 就是当特别 就是当个观众 然后在台下被感动 被指尽 最后陪我这样走一遭 我对克拉克来说 也是很新鲜的体验 对啊 谢谢他 大家都笑得出来 真的很谢谢他 但真的 练云这样的演唱会 只在小巨蛋办了两场 我想很多人都会说 太可惜太可惜了 应该要多办一些 但是 这也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既然是 我觉得在创作后期 我把它设定成敲门砖 然后也因为 烈云对我来说 它表达的其实是我的 我个人的一个心愿 所以它既是 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所以我并没有想要 把它像一般的巡回一样 就是做长 做远 做不做 对 所以 而且我特别觉得 其实每一个 有来现场的观众 我会希望它拥有的 不管从记忆到临场 其实得到的东西 都是为它们所有的 对 就是 就是在台湾 其实大家对于演唱会 还是 有时候还是称金称两 在卖 你知道吗 我说实话 可能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一开始 要告诉人家 我认为这是一场 值三千八的演出 可能还 在宣传 连词汇可能都不见得 找得到别人能够理解的管道 是 所以我后来就 跟主办单位一起讨论 感觉就心意横 觉得先把事情做好 好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一个 真的是比较友善的票价 然后也只想要让大家 亲近一次 他们生命中感受到的艺术 而不是把我们当作艺术 去崇拜 或者是去追随 所以我想 先完成作品 还是最重要的 是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规格 可能没办法搬到每一个场地 去演出 是真的 眼看2018年也快过完啦 安普本来今年 本来今年内有企划 要录新的作品 其实我正在录 已经在进行中了 对 就是在每一天的琐事里面 想尽办法 就是用一种 匍匐前进的方式在录 对 那录音过程 因为跟录音的方法 就是这次录音的技术 有点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屡战 所以也是在试一些 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对 但我觉得从 《烈云原声带》 大家可能可以 可以了解到我的 可能下张专辑的 一些创作的动机 就是 《烈云原声带》 应该是 常听演唱会 原声带的人 应该可以发现 这张专辑的魂音 有多不一样 他 我跟 我跟魂音师 Howard讨论过 关于真与假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以物理上的真来说 Live recording 收回来的东西 完全跟听众 听到的东西 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 我们听到的 也就是收回来 做的素材 那为了要能够 回溯 观众在当下 听到那些 魔幻的声响 音控所做的 一些声响的设计 跟乐手的状态 其实我们在 混音的过程 费了非常多心血 然后 我觉得Howard 也把混音这件事情 从工程师的角度 变成艺术家的角度 去看 然后他 完全没有误会 乐手发出来的 任何一个声音 包括他们的 performance 然后 我们其实甚至 在许多 轨道上面 其实做了 不修饰这件事情 的决定 从环境音的收录 然后 到比如说 比如说我唱歌 其实有一几个字 其实不是 怎么讲 就是唱错了 但不是歌词的错误 就是说 其实原本第二次的副歌 应该要唱另一句 但我可能唱回原本那句 我们后来觉得 其实 就不要补录 就像他是现场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张 在工程上 还有跟最后聆听的结果 反而因为 做了这些 回溯 然后去 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去体会观众 可能得到的东西 所以看似这些 不是所谓 真的过程 却让这张专辑 最后听起来 像是回到现场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罕见 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声带 确实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演唱会 实况录音 后期要做 各种各样的修补 重来都太简单了 可是听众会介意 这个吗 其实还好 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反而也还蛮想要拿 这个原声带的成果 就是除了要谢谢 我们的婚姻工程师 Howard以外 也会希望拿到 这张专辑的听众 可以感受 就再一次感受到 用MP3以上的音质 听一张专辑 有可能多 多令你自己感动 所以我觉得为了 回说这件事情 让现场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努力 不然我原本想说 发数位就好 对 之所以还决定发专辑 是因为我们从封面设计 到混音 我都认为 我是在跟艺术家合作 是 所以我还蛮 蛮希望拿到这张CD的人 听到以后会发现 他在声响的布置上 有多么还原现场 为了还原现场 所以拿回来的素材 其实回溯了多少 音控老师跟混音师 自己本身听到的东西 这个很不容易 是 烈云演唱会是 现在在台湾一群 跨领域的艺术家 青壮世代的艺术家 他们 竭尽他们的才华跟能耐 跟专业的素养 一起成全的 震撼力十足的演出 那么 这个原生代在后期 不可能还原当时的经验 但是从声音的角度来说 他做到了 我觉得也是能够 自己自足的一次聆听体验 那今天一路这样听下来 我相信听众们也会同意的 那么从这个背后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安普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对 好 以安普的名字 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作品 对 我希望以后的录音专辑 可以多研究 或者是多记录一些 跟时空有关的东西 而不只是把录音工程 当作一轨一轨收录 然后要变美变好听的东西 OK 所以时空这件事情 我们大概最无理的来说的话 就是环境 做所谓的 空气吧 环境跟录制的现场这件事情 听起来是在非典型的场所 用非典型的功法去录新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反正他一天没有出现 你就知道我每一天都在跌跌撞撞 但还是很开心在跌跌撞撞 因为至少现在身边一起工作的人 我觉得游戏群不了不起 然后也都有在念量子力学的人 我觉得还蛮好的 Howard也会读量子理论 我觉得很棒 好 赵丽仍然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不过心情有比较好一点了 有有有 就是这个从打落牙齿祸血吞 变成这个很积极的旅败旅战 还不错还不错 好 那就竖起耳朵 继续等待听起来安普的第一张个人传辑 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练云的这两场的听众 能够为你们唱歌 我真的很荣幸 练云原生在是安普的第一张个人传辑 而安普的第一张个人录音室传辑 我们应该会在2019年等到咯 嗯 会的会的 会吼 好的 那到时候再见了 好 谢谢马世王 谢谢大家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耳朵借我 我是马世芳 最后就放这首翻唱蔡兰青 1987年的经典名曲 《这个世界》 我们很快再见 好 麻烦拜拜 拜拜 在这个世界 有一点希望 有一段失望 我是长者的想 在这个世界 有一点快乐 有一点悲伤 谁也不怕 逃开 我们的世界 并不像你说 那种有那么坏 不如何必感慨 与你的关怀 和所有的爱 为这个世界 添一些美丽色彩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 并不像你说 那种有那么坏 你又何必感慨 用你的关怀 和所有的爱 为这个世界 添一些美丽色彩 我们的世界 participation 在美丽色彩 我们的世界 和所有的爱 之间